北京时间8月3日晚,法国巴黎圣地尔曼俱乐部,在官方微博中,推出一则重磅消息。 中国女子足球国家队队员和女子王双正式加盟巴黎圣地尔曼女子足球俱乐部,王双与俱乐部签约两年,合同监制2020年6月30日,而这一消息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中国足协的确认。 足协在官方网站发布新闻称,8月3日,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球员王双正式加盟法国足球奖纪联赛巴黎圣地尔曼队俱乐部。 至此,王双完成了所有的手续,正式成为大巴黎的一员。 她也成为历史上第二名登陆法家赛场的中国女足球员。 在此,要祝贺王双成功登陆欧洲赛场,成为五大联赛的成员之一。 在中国女足乃至整个中国足球的历史上,这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录。 当中国男足落落无为时,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却在埋头鼓烈,有朝一日她们将代表中国足球称霸亚洲,走向世界,进入大巴黎。 对于王双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欧洲连赛的良好环境可以让王双成长更快。 高水平的节奏和对抗,可以让王双学到更多的本领。 这对于中国女足明年参加世界杯,也是很有好处的。 面对即将到来的女子世界杯,王双很有信心,中国女足很有信心。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啃枪玫瑰,一定会在杜战放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让我们一起为王双加油,为中国女足加油。 和我们一起为王双栽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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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